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51集 虽然已经是日上三干 但是天穷上的太阳也照射不下来 石林中的腰顶非常古朴 弥漫出混沌气 大黑牛、欧阳风、黄牛 全都在笑 这次虽然九死一生 但是收获太大了 他们准备进攻狱外 那群黑暗杀手都在狱外 决定坐标好 轰杀他们 大黑牛说道 然后他们每人都扶着顶臂 进一步熟悉 全面掌控不灭山的一切 从而要对狱外开展 来一下狠的 一瞬间 一种机械化的声音 出现在他们的新田中 杰出的妖族后人 先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获得妖族之鼎的认可 愿你们以后顺利成圣 再接再厉 从而应照诸天 什么人 三个人都大吃一惊 然后他们发现 是这口鼎中传出的波动 这像是传承能量塔 不过 以鼎的形式存在 除去这些话语外 他们的心中 还出现妖族的最高呼吸法 以及相对应的一些 专属于妖族的秘书 绝学骗 蕴含着神迹 一刹那三个人都怪叫起来 眼神火辣辣 彼此相识 其他什么都忘了 被这种巨大的喜悦感 充斥心中 从此 老牛踏上一条无上路 是见天下 除去我的几个兄弟 谁与正风 敢挑衅者 打不死你们 欧阳风也在兴奋怪叫 欧阳神王大爷 在无敌的路程越走越远 从此之后 人生多半是寂寞如雪呀 黄牛还算沉稳 但是 眼中绽放的惊人光芒 也揭示了 他内心的欣喜 与强烈的情绪波动 接下来 各种信息 涌入他们的心中 妖族无上神势 被他们全面接管 这座大鼎 果然类似于能量传承塔 但是更厉害 它有食物本体 可以进行恐怖的攻击 这是超越圣气层次的东西 大黑牛 倒吸冷气 因为 这是妖族当年 遗存下来的武器 这最起码 是硬找诸天级的质宝 这是纠集兵器 同时也略有不同 因为他还负责传承 有着近乎黑科技的属性等 比如 他能检测 妖族血液 控制整片不灭山 以及调动各种关卡的资料 与能量等 妖眼监测 黄牛吩咐道 接着 这座大鼎腾起一片符号 像是一道指令 充其很高 没入不灭山的某一个位置 那片地带 一颗诡异的毛子亮起 疏得睁开 而后望向域外 一刹那 外太空中 各族的人马无所对行 全都被妖眼所捕捉到 在大鼎的顶口内显化 原本那里一片混沌气缭绕 现在顶口内侧 如屏幕般 显化域外景象 欧阳峰吃惊 同时 对于妖眼的能力更是动容 这么多人马 哦 还有标注 几身层次的生物好多呀 还有生人 找到了 找到了 一座长雨宽 都足有百里的黑暗黄城 那里有剑气隐线 有一颗 又一颗的红点 只是 欲试着 都是大鱼吗 打黑牛怪叫 锁定目标 赶死这群孙子 欧阳峰一边吐口水 一边邪逆 他可是憋了一肚子气 因为 为了对抗那群杀手 他们被逼进了 不灭山深处 九死一生 差点 全毙命于此 警告 警告 接触的 妖族后人 你们的实力太低 还无法催动 妖族遗物 不建议使用 否则自身都将会危险 妖顶发出声音 像是一种 黑科技产物 进行严厉警告 说他们太弱 一旦催动起来 三个人都要被吸干 这一刻 三人都泄气了 掌握不灭山 却不能进攻 鉴于你们有强烈要求 妖族之顶可以发射一剂能量 不过 只是一剂固有的湮灭之光 由秩序符号构建而成 不能体现 妖族遗物的真正威能 机械般的声音 再次进行提示 可以 没问题 三人深改意外 然后摸拳擦掌 动用妖眼 瞄准域外 随时准备出手 不过 三人真的很不甘心 大黑牛又说道 难道就没有别的手段了吗 外面大局压境 我们却无力出手 太憋屈了 身为妖族的传人 怎么能如此窝囊呢 大顶发光 那机械般的声音有些自负 妖族一生不弱于人 就是亿万千年前的宇宙第一高手龙族强者 也不见得是妖族的对手 他的后人怎能窝囊 只是妖族遗物太强 时间没有几人可以催动 但是 你们可挥动不灭山数次 不灭山 大黑牛黄牛欧阳峰三人都吃惊 妄想四野 所谓的不灭山 是七座弘大而高耸入云的巨大山体 他们气息磅礴 而今 他们三人就是在七座大山间 不灭山 虽然为失恋圣地 但比之绝顶圣气还要强 可以横击圣人 妖族传承顶 发出平静的声音 这一刻 三个人都是倒吸冷气 而后 眼睛当时就亮了 无比的振奋 要定提示 不过 你们依旧太弱 自身武力催动 短时间内 只能凭借这里储备的能量激活数次 进行杀敌 欧阳峰斜着眼睛 哈哈大笑 好啊 太棒了 这就稳妥妥了 弄死那群黑暗生物 我让你们剪不得光 直接让你们憋屈地死去 全部干掉 接着 他大叫了起来 哎呦 眼疼 被选踪的妖族 接触后人 你的身体有样 眼睛眼肿歪斜 妖族指定帮你矫正 此时 域外 天空中 各族的金身层次的高手都躲得远远的 不敢过于靠近地球 因为 哪怕看不到黑暗皇朝的战争堡垒 但是人们也知道 那种大杀器已经来了 就在附近 许多人都深感惊悚 杀手皇朝的人来了 见光一道又一道 之前时 他们曾看到过过万的人马从虫洞中走来 都预感到 地球可能真的要完了 确切地说 是地球上那些土著要完了 会被黑暗皇朝与几个强大种族灭掉 最好的结局就是贬为奴隶 这里将成为几大强族的后花园 等待明山复苏而重要 圈阳凶勤猛兽 有些人这样推测 因为黑暗圣者明确表态过 这里以后将成为药园子 以及序幕圈 紫天穷太霸道了 不过想来 肯定也有天神族 西林族等出手 是他们雇佣了这个杀手组织 这是要彻底绝灭 曾经灿烂辉煌的排位第十一的古地 人们也只能摇头太息 这地方以后多半会成为几大强族的自留地 可惜我们这些星际太贤者 多半没有机会进入这颗星球了 人们议论纷纷 地球 庐山深处紫气蒸腾 银谱垂挂三千尺 应修 你怎么看 是魔族太子 袁世成在问应无敌 袁袁也在这里 他们这一族 跟亚先族的关系复杂 但是如今 同在地球上 双方共有 彼此间在拉近关系 这颗星球即将有大难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天神族 西林族这时要下狠手了 不惜拉拢此天球 亚先族不干预吗 这样让他们得手 未免太轻松了 这颗星球如今是无价的 任何一族都不可能独占 前十大都在看着 天神族再强势 也不能吃毒食 这时天命先体开口 他也在这里跟几人同友 袁世成笑了笑 他们始魔族 比前十大最后一名的 天神族排名高多了 自然知道 那几族联手也不敢独吞 不过 这要是被那些人 拿下此地利益分配上 天神族 西林族等 肯定要占大头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 请订阅此专辑